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鄭月娥去了很多地方 聽說去了海洋公園 示威群眾入夜前 已經包圍立法會 遊行活動十點半結束後 因為判不到港湖回應 人潮遲遲沒有散去 到了十二點 警方決定暴力清場 港警警棍 水柱 胡椒坡物 全部出容 立法會前的天美道 以及左側龍河道的示威者 遭到槍心驅離 凌晨三點 盜視打到的群眾 也被驅逃到一公里外的 舊灣仔金屬前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警方一共逮捕約兩百人 根據個人資料 拍照存檔後 才不需釋放 今晚有份參與 暴力示威的人士 我們警方一定追究到底 經過一夜激情 警方指指示威者挑釁在先 特首林鄭月娥 態度也沒軟化 堅持不撤回逃犯條例 修訂逃犯條例 和刑事事宜 商戶法律協作條例的目的 也正正是完善香港的法制 面對百萬人潮的怒吼 港府依然附我 中共官媒更是衝為霧聞 報章雜誌完全晉升 央視網站 習近平畫面站好站滿 新華社同樣置自未提 環球時報的社論 不只將反送中 揮咒於西方勢力介入 又抨擊主辦方 故技重施誇大示威人數 還稱已經收到 七十三萬港民連署支持 泡犯條例 但實際上 香港民間的反彈聲浪 有分無減 網友也自創歌曲 唱出逃犯條例掀起的 重重爭議 不過在六月十二號 立法會進行 逃犯條例二讀之時 他們宣傳還會再走上街頭 繼續包圍立法會 非常民意 沒有獲得正面回應 北京的禁箍咒 卻越念越頻繁 運量中的第二波遊行 勢必還會再掀起更大波瀾 三立新聞上報導 又是2011 超新的 油